哎呦聊世紀 天梯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ail 今天要來看世紀人隊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高原地圖 眼睛的觀眾已經看到了這個名字是我們的 百萬youtuber阿神 他訂閱數人今天來到三百萬人 最近他有跟我私底下兩個人用discord 分享這個視訊畫面 然後打了一場蠻有趣的比賽 那這場天梯比賽的分數是落在一千分 那我看了這場之後才沒有想到 原來現在一千分的實力如此的高強 所以我有點好奇 現在天梯環境好像對新手來說 越來越困難了 不像以前一千分的分數就是一千分 以前的一千分現在可能變八百分 以前的一千五可能現在是一千二一千三而已 所以我覺得最近可能再回去爬天梯 分數可能會往下掉也不一定 好我們先回來比賽中 比賽呢這一場是阿神選擇的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最大的特色 開場會充100石頭 而且他蓋城堡跟城鎮中心的速度特別的快 再來就是每點一個農田科技 這個食物的成長量基本上是加倍的 所以他的農田可以吃的特別久 經濟來說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當然要到我非常後期 前期好像沒什麼感覺 西西里人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戰術 就是城樓戰術 之前的雲帶我教學過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搜尋雲大的城樓 西西里教學 這個打法是比較特別的是 要在前方插著一架城樓 作為防守 通常都插兩個資源點會比較好 那西西里人後期打法呢 是比較偏向打騎士跟步兵 騎士的部分的話 一定要點下鎖指甲三防 就可以使用了 因為本身西西里的陸地單位呢 都有這個傷害減免效果 不管是出弓兵還是出騎士 都可以減免這個毛兵對槍兵 自己的單位效果的傷害 所以造成西西里人很容易直接無腦爆一個單位 然後直接用海量淹過去的一個做法 是有的 西西里人後期搭配的儲能就是 薩金特衛兵配上鎖指甲騎士 再搭配一些工程器單位 例如大衝車或重型偷的車 作為輔助 由於他有強奴的關係 所以可以誓死的找機會出個強奴 但是他的強奴是沒有拇指環的 這一點如果要跟對方的弓兵對射 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很容易會射輸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大象是超級複合體 有抗招響能力也有減免傷害效果 然後再點下派科技之後還有攻速加成 所以他大象我是蠻推薦使用的 那孟加拉人呢感覺就是有點像是 西西里的大象版 他的大象版也有傷害減免效果 而且西西里點下第一次十字軍中針之後 也有抗招響的效果 所以孟加拉人就有這個天生能力 算是蠻厲害的 那孟加拉人後期的組成 都是搭配相公還有這個僧侶做一個前壓 然後再配兵組成是 相公還有輕騎兵還有僧侶 是比較常見的組合 那其他組合的話就不太好說了 因為孟加拉人是沒有騎士的關係 如果真的要出騎士的話 一定要去用一下這個戰車 當騎士來用會比較好 好對手這邊拉豬有失誤喔 這個是一千分的分數 看起來蠻正常的 這個拉豬失誤喔 是在一千分左右很常出現的事情 所以觀眾們不要覺得說 每次看我這個頻道裡面 都是妖魔鬼怪在打架 其實一般人的實力是蠻普通的 就是不會下那麼頂尖 所以大家一定有實力可以爬到很高分的 這個遊戲其實環境沒那麼困難 不用太擔心說一千分就爬不上去之類的 我覺得不太會啦 努力爬的話可以爬到一千三一千四喔 都屬於正常人的範圍 好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為什麼孟加拉人會比較適合生女的打法 也是因為他天生生女有這個雙防效果 近戰防禦加三點遠方也加三點 所以他的坦度也很十足 而且他這個攻城戰象呢 也是有這個回血能力的 可以用自己的勝去為回血 所以會看到一些在競技場的打法 有些團戰來說 孟加拉人會直接出三旅配攻城戰象 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決策 接下來看到這邊 對手是直接蓋一個模仿吃了鹿 但我也蠻建議的喔 其實可以 欸這隻村民直接被咬死了 這個對手沒看到 那像是阿神喔 這一把他也是想要推鹿啊 推了一隻鹿之後 就沒有手速可以推了 其實有點太忙 我是覺得像是高遠這種地圖 有四隻鹿的情況下 可以直接蓋模仿喔 阿拉伯其實也可以喔 其實在一千這個分段的時候 不用去強迫自己贏 一定要去推鹿喔 去插模仿吃一下 其實也是蠻快速的 有吃鹿的話 經濟還是會比較補一些的 好我們回到阿神這邊看到 這邊是下了一個城樓 那這個城樓其實蓋的還算可以喔 是正面的位置 而且有稍微守到果子跟木區 那說守到也沒有到完全守 其實這個位置也沒有到非常好 因為 雲大的那一套打法 就是一定 至少要守住一個木區啦 或是果子區這樣子 就可能要二選一 也不能像阿神這樣那麼貪心 但是阿神這邊很尷尬 如果他蓋木區的話 你就要靠左邊一點 就箭塔會一點往下 就沒有這個高打地的效果 那如果守果子去的話 我覺得可以守這個正面一點點 大概守這個地方 然後插這個位置 然後再拉 把這個城門往前拉一點 圍牆往前拉一點 會比較好 然後這個伐木場 可能一開始就要蓋左邊一點 這個你看如果蓋右邊的話 這個太 木區太薄很快就挖穿了 就要補動了 會浪費自己的手術 好 那阿神這邊我叫他先趕快圍一圍 原來對方差不多要升 封建十代了 原來自己他都已經升上去了 結果 對方十一分鐘還沒上 我就知道 啊 對面是打直城了 所以他這邊圍快 其實也不用圍太快 就拉一圈慢慢圍就好了 不然這邊 應該是要拉三到四個人 直接圍爆才對 好 正面要圍死 好 但也沒有關係 就當作讓阿神練習圍一架 然後就讓他慢慢圍 好 那這個時間點阿神是打算 直接使用城樓 然後補下馬舊的做法 那這個做法有個缺點 就是你封建十代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按下馬舊去前壓對手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在黑暗十代可以補下軍營 然後再轉出這個馬舊出來 但是城樓這個優點就是 他是可以當作前置建築物 來取代軍營的 但是 劍塔又只能在封建十代蓋 就會變成你要蓋完城樓才能蓋馬舊 那出兵的時間大概會差 一到兩次的弱馬時間 然後到對方家裡也是賣了 大概30秒左右 甚至一分鐘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極限弱馬的話 建議不要這樣做 而是直接蓋均勻就好 但這一套是 雲大的特殊打法 他這個是惡木開局的關係 所以木頭前期會很缺 有可能是這個關係 所以也沒有打算要讓 這個打法有前期前壓的效果 就是單純為死 然後開農而已 不招勞 這也算是蠻適合給新手令的一個方法 畢竟前期不用控兵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這個手術 玩家們可以適應這個玩法 接下來看到阿神這邊拉了四個人到後面挖木去 這邊正面是八個人在圍 我就要把這個左邊圍一圍 這個正面看起來有點危險 對方刺頭都來繞了 感覺來繞就是要來前壓 結果我可能想太多了 對手也沒有要來前壓的意思 就是來偵查 阿神也是 這個有點手術控不太上去 沒有關係 就讓他放著 那這一把的比賽 雖然說是指導賽 但前期我沒有給予太多的指導 因為他說他是參考雲大的 他到了後面 他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時候 我才有做一些指導動作 因為我也蠻好奇 這個阿神學雲大的這個效果是如何 那我發現 新人 來練這個刺激帝國的時候 真的是選這種最頂尖配置 可能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配吧 不知道這個道理的原因 所以就會有一點 配得有一點 怎麼說呢 就是經濟上沒有像他那麼的 像我家他們那麼頂尖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 因為你不知道這一套的核心在哪裡 你就沒辦法打出他的優勢來 這是我覺得 新手去選頂尖高手配置最大的一個問題 不管是選誰的配置都是這樣子 所以後面呢 我就用了一些我自己的配置 新手比較好能力解的方式 讓阿神去玩這場比賽 接下來我們看到孟佳阿倫點下城堡 好 後面呢 孟佳阿倫是差不多為死 孟佳阿這邊點下城堡賽其實蠻快速的 16分6點 算是以新手來說 算是偏快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他其實可以再更早一點 25P或24P就點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是25P點 因為他生死蛋會送兩P 所以27P好像也是正常 好 可以再更快一點 可以再掃個一村 29P上 這邊看到 你看有洞 這邊阿神 看到有洞 趕快按一隻刺 槍斃出來擋 那這個城樓是可以按槍斃的 所以還蠻好用的 好 左邊有圍石 阿神這邊點下城堡賽 好 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這邊吃火就去繞 好 阿神這邊補下了一級馬侃 跟這個一級挖礦技術 這個挖金技術 好 右邊 補下一棟城堡中心 對方3TC看喔 其實這時候阿神就已經知道 對方是開農狀態 好 那時候我看到畫面 我不會知道對方開農了 那我這邊就跟阿神說 待會這邊補個伐木場 待會再下個馬就 好 先出騎士前壓 然後等等轉出城堡中心 好 這邊對方開農就代表他的兵很少 但如果出生旅 我們又打不進去的話 就會比較難受一點 好 兩邊吃火都在稍微繞下 好 這時候阿神補下了二級伐木 跟一級弓 還有品種 好 騎士開始出 那這邊有個小小細角 可能要跟阿神講一下 那時候我沒有講 好 跟他說這個二級伐木 先點是可以喔 但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的肉量會不夠 因為你雙馬就要應付騎士的產量 還有村民不能斷 好 我覺得二級目是可以點阿 但輪走技術就不能點 就是你的肉會被這個輪走技術給吃掉 我剛剛講到二級目是不是 我剛剛無疑是在講二級目 我覺得二級目可以點阿 但輪走技術的話 肉裂消耗太大 一百七十五肉 然後你又要出騎士的話 很容易斷肉 會造成你出騎士的後續產量會不太夠 這是一個問題 好 孟加阿倫這邊看到騎士在砍 要過來圍一下 好 這時候才過來圍 好 補下來一個修教院 稍微來反制一下騎士 好 那對手這邊看到這個鹿群 應該知道阿神經濟沒有很好 沒有吃鹿就代表弱類不夠多 正常來說這個鹿應該都是要吃完的會比較好 後面出騎士也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阿神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插魔坊去吃就好了 趕鹿不太需要強求 有緣再吃就好了 好 那這邊直接殺進去 四隻騎士配一隻刺頭 對方是雙修道院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已經 好沒關係 趕快先衝進去殺了一波 反正能抓幾村就抓幾村 OK 這邊還有一隻石頭站在門口 擋路 其實還算不錯 好 這時候阿神已經補下二級防 補的時間其實偏早 好 這邊看到對方開始著想 直接先拉走 沒有問題 好 這邊直接撞到對方的牧區 非常的賺 好 拉扯一下 看這邊拉扯能不能 再做到一點傷害 好 可以 殺到離村還不錯 好 這邊就去了 後面騎士繼續出 那我看到雙修道院的時候 我就 心裡有個疊 就叫阿神不要出太多騎士 因為你很可能會被招走 雖然一直騎士出 壓制他的前面承認中心 其實還不錯 但我看到對方是一種 手術型的玩法 一直在專注在控兵 經濟其實沒什麼在控 果然被招走了 好 騎士趕快去抓掉生鋁 對方這時候生鋁已經有雙防了 0加3 0加3 好上方這邊騎士也被招走 對方是一個專注在操作生鋁的玩家 然後村民一直按不斷村 好 這裡又一隻騎士又被招走的關係 阿神這邊能夠再砍掉一村 哇 又可以收掉一隻生鋁 非常賺 好 那剩三隻騎士在裡面繞 然後外面還有一隻隻在砍房子 好 對方開始有點 手下來了 好 這裡生鋁繼續出 好 這時候我就叫阿神 這個騎士不要再繼續出 趕快轉出3TC 然後就要補下後面的這個承認中心 不是在這個黃金礦旁邊 那為什麼阿神會從前面出不去 是因為後面沒有第一木牆 所以村民只能往前走 繞個一大圈 才可以到後面開承認中心 所以這個時間點下承認中心 就已經慢很多了 對方都已經3TC開了 已經落後了20村友 然後這裡面村民樹也沒燒到太多 也有點麻煩 但還好是喔 剛剛這邊收村 讓他收了很久的一段時間 經濟其實沒有到那麼好 然後這邊又拉阿村 拉一拉來回 又拖到對方經濟 其實還是相當划算的 阿神這邊也是努力在這邊找村民打 但這位經濟也是要顧一下 那我這時候再叫阿神補一下軍營 要來升這個重裝長槍兵 還有這個輕騎兵的升級 那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打法 是因為我覺得對方有可能會 孟加拉大象攻城戰象出來 還有這個毛相夫 直接前壓一波 那這邊要應對方式就是出重裝長槍兵 搭配自己的城樓配出槍兵 然後這邊升級重裝長槍兵 然後輕騎兵的部分升級 是為了要應對對方的僧侶 因為你已經已知對方雙修道院了 那他對方僧侶的數量一定很多 那如果你是出正常槍兵的話 被招走也不會很心痛 而且輕騎兵有抗招場功能 抓後面的僧侶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那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打 最主要是因為阿神這邊經濟落後 那如果對方其實是打一個3TC 然後轉兵的話 他沒辦法第一時間守住 很有可能會直接被一套帶走 那這邊的用意就是 要確保自己於不敗之地 才有後期才可以玩 那西西里的後期鎖指甲才是關鍵 所以我跟他說你還是要投資一些 單位先擋一下 那阿神可能這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叫他出這些兵種 我叫他出他就出了 那我後面就跟他說補下第三個提示 第四個 那我認為阿神是可以補到第五個也沒問題 因為五個城鎮中心的話 後續蓋完城堡還可以補下銀貫 這個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每個城鎮中心都可以產出五名 薩金特衛兵 這個讓他前期的兵力可以補息非常多 好 那對手這邊已經補下3TC之後 蓋下一棟城堡 二級農 二級禁儀也補了 這邊地龍時代快要點下了 78村就可以點下地龍其實還蠻快的 但村民是不夠多的關下 31分鐘西點是差不多 但是以這個分段來說算是蠻厲害的 我認為來說阿 1000分來說不應該會有這種3TC 正常農然後農那麼快上去的 而且森鎮魚其實玩的還蠻好的 但我看了一下他的戰績 他大部分都是在打團戰 打了五百多場團戰 所以單挑分數只有在一起 我覺得蠻訝異的 他的分數應該可以再更高一點才是 好 這邊清潔兵過來看了一下 好 稍微撿一下生物 好 清潔兵繼續出 我這時候叫他去看一下 看對方在幹嘛 結果看到森林在撿生物 我就想說這個沒有要錢壓 我就想說那這一波 應該就不是大象的生女前壓了 就是正常的開農 然後相公路線 會比較有可能 然後這時候我就跟他說 長長兵跟 肉馬 可以不用出這麼多 就再稍微出一下就好 這裡趕快農上去 帝王時代 再補一個城市中心 補這個經濟 好 然後跟他說這邊農體趕快去撒 因為這邊肉 肉不太夠 然後木頭爆亮 趕快瘋狂撒農田 好 再稍微加速一下 好 這個生物撿一下 OK 稍微撿回去 那這邊可以其實用Shift 讓他預設入境 就右鍵點一下生物 然後再右鍵點一下自己的修道院 好 森林拿到生物之後 馬上就會掉頭走 就不用這樣換空去 減省自己的手術 好 這邊出到13隻12隻的輕騎兵 其實有點過弱 其實槍兵是要更多一點的 但是刷馬就馬出比較快 按的也就太自然了 所以這邊大概輕騎兵出了10隻 或者是8隻6隻就夠了 然後槍兵出了大概15隻左右 甚至20隻 就可以抵擋出對方的大象一波流 那城堡這裡補下的中間 那阿神這裡補下的所推測 我跟他說上帝龍時代先點 不然待會上帝龍會很慌亂 結果這時候我看到對方上帝龍 我就有點慌了 我就想說對方上帝龍 那你這邊就先斷村 趕快點帝龍 但是這邊尷尬的是 他忘記補了一個大學 所以還不能產出帝龍時代的升級 好趕快補一個大學之後 再去按帝龍時代 這時候再往前看一下 對方已經改了一棟城堡 這時候對方已經在升級派科技了 還有這個品種二級色 都已經補下 安息人戰術補下 金銳瑞相公也升級 我們加打一個相公鴨子 就是跟我中間想的差不多 這時間點沒出來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長槍兵打相公不太好打 因為相公是可以吃到安息人戰術的 安息人戰術點完之後 對長槍兵會增加4點的額外增傷 所以這個是扛不太住的 我就跟阿神說 趕快地龍時代點上去 去升級馬卡 瓶佐 那些東西趕快升一升 待會一直升地王 馬上點鎖指甲 跟重裝騎士的升級 然後後面要補下更多的馬舊 這裡繼續補馬舊 就要繼續補 不然他帶回騎士的產量一定是不夠的 這裡其實阿神有點忙不太過來了 這邊先補了一個巨頭 這邊其實不能補巨頭 那他可能習慣性啦 所以帝王時代就要先產巨頭 如果是對保的情況下是可以的 那你現在不知道對方的軍力的情況下 可能先補個增兵技術會更好 你現在沒有被對方的巨頭拆成保的話 巨頭就可以不用閒暗 我覺得是這樣的 在這個分段來說 是可以這樣考慮的 這邊我就跟阿神說 你這邊清騎兵去墊後 讓騎士保留數量 騎士不能送掉 因為騎士送完的話自己會很虧 而且吃不到這個三級防跟鎖之甲的能力 鎖之甲一點完之後呢 會再多增加二遠防 然後三級馬凱會再增加二防 所以他後期的遠防是八防 二加四 然後鎖之甲再上去 補完之後變二加六八防 非常坦 後面這邊可能要再補些馬舊 因為對面相公 非常難慘 這個時間點過去打 通常會打輸 其實還是有點逃不太住 然後我就跟阿神說 前面這個伐木區的村民先往後拉 然後正面這個挖死 村民出去 我也沒叫他挽回拉 我覺得應該也不用了 就繼續挖吧 呵呵呵 這個有點難守住了 這棟城堡 好 跟他說補下重裝騎士 然後跟他說村民不能斷 繼續按 好 這裡補下了 級兵的升級 但這邊是阿神自己去補級兵的 因為我覺得 補級兵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這邊 因為我們剛剛講了 這個安血人戰術 對級兵就有外增傷效果 除非你後面是補了十幾個軍營 去出級兵 那個量產數量 可以跟得上你死亡級兵的速度 那就沒問題了 那如果沒辦法的話 還是用黃金兵種去抵抗會比較好 好 那這時候我就跟他說 木頭可能要多賣一點 食物也要多賣一點 黃金的點不太夠 要一直買賣喔 才可以支持自己的黃金量 出這個重裝騎士 好 這時候這邊已經來到正面 好 大象已經開始騷擾村民 好 結果右邊有個洞 村民都往右邊走 好 這時候我就跟阿神說 這一波騎士跟後面騎士一起衝 好 這時候為什麼可以衝 最主要因為後面他可以補下更多的集結點在前方 雖然對方還是控制高定 但對方其實後面也沒有空 先衝一波擋一下 好 第一波大象前壓有點擋住 好 後面補下更多的馬丘 這邊拉雷子騎士過來擋 好 這邊這邊就打贏了 繼續往前貼 那由於三攻還沒有好的關係 所以打得有點吃力 好 這隻騎士還被招走 有點虧啊 後面這隻生侶 待會還可以繼續補血 好 這時候我其實就想叫阿神退了 但阿神現在忙著在處理後面這個大象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說要退了 讓他再打一下 好 先處理掉這個比較重要 好 這個大象先處理 反正這邊有收村 說明你們別再動 對方的巨型投射地 開始在拆 且放騎士送完 這裡要補下更多的騎士 好 這裡再繼續買賣一波 這邊看他的黃金依舊不夠 木頭其實已經賣到快沒有價格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要不要叫他賣石頭 不然他的黃金缺金缺到一個不行 挖黃金的人其實沒有很多 右方這邊也因為斷村 就是因為收村的關係 黃金缺在挖 好 這時候我就跟他說 騎士直接往後拉 然後射在後面高打低 然後正面集結點就直接射前面就好 隨便射 然後騎士就一直往前噴 一直輸出就好 好 這波看一下 這波阿神打的傷害其實很高喔 阿神那邊好細腳 拉了幾隻騎士去打巨頭 這個判斷是相當正確的 抓掉一台巨頭就是兩百斤阿 不虧的 好 急一點繼續噴 石頭一千塊全賣掉 全部變黃金 黃金繼續出騎士 對手應該傻眼了 怎麼對方重裝騎士這麼能扛 繼續輸出 好 那由於三弓的重裝騎士已經好了 十六弓 砍大象的話一刀是十滴血 不是十滴血 十四滴血 看錯了 想為什麼這個相弓數值怎麼那麼高 OK 砍一刀十四滴還不錯 那這邊相弓有點扛不太住阿神的騎士數量了 直接反壓了回去 那對手這邊很聰明喔 直接把村民往右派喔 可能現在來控這邊 控這個城堡 好 這邊相弓往前 欸 那其實對手這邊很簡單 要以你的方式就直接出疾病就好了 阿神應該是撐不住他這三千多肉跟四千多肉的疾病的數量 雖然他的疾病沒有三防 但也足夠可以扛阿神這一波的重裝騎士 那阿神這邊家裡有被騷擾喔 好 就跟他說拉幾隻騎士去擋 然後中的是前秒要繼續出這個重裝騎士往前 那這邊又繼續拆掉三台巨頭又很賺喔 對方這樣總共損失了將近一千多的黃金在巨頭C上 他的正面秉立就會稍微少了一些喔 好 那這邊對手相弓有點扛不太住 選擇了撤退 對方轉出信息兵之後直接往阿神家裡送 這邊的話其實就要退了 看到城堡的話不能硬打 當然這時候我跟他說要控一下右邊這邊 這邊要趕快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為什麼是工程器製造所 最主要是因為石頭剛剛都賣掉了 然後也沒有機會去挖石頭 所以我有叫他去挖石頭 但可能要馬上挖出一棟城堡有點困難 所以還是要蓋工程器製造所 是趕快去應對右邊那棟城堡會比較好 好 那正面的騎士雖然可以硬扛 但是遇到城堡傷害還是損失超多血量喔 好 看正面有點打不太贏了 好 選擇撤退 家裡重裝騎士繼續集結點補在這裡 好 這時候孟加拉補下弓箭鎧甲三防 終於補下了 但他這個補三防其實也沒有差異太大喔 好 變成四防而已 好 砍一刀12滴 好 孟加拉這裡也在補這裡的馬鎧 好 這裡又補一棟城堡 那如果按阿神把這個石頭存下 蓋在這裡的話 可能巨頭又會繼續拆喔 會對他來說非常不利 那如果石頭全部拿去賣掉 變成黃金出重裝騎士的話 反而可以扛更久 好 這裡補下更多的馬舊 那工程器製造所補在後面 原因是因為補在前面可能會蓋不起來 巨型頭司機可能會拆掉 那右側這棟城堡一定要解決喔 不然這個黃金沒挖回來有點虧 還有快要2000的黃金可以挖 好 這邊就是一直跟阿神說 多餘的肉跟木頭趕快賣掉 轉出更多黃金喔 因為他黃金已經快挖乾了 其實也沒到挖乾了 還有大概3000多黃金沒有挖 但不知道為什麼 阿神這邊補黃金的村民一直沒有補得很多 我想說應該還有19個人應該還可以 想說他現在光控兵就有點忙不過來了 結果沒有叫他去拉一些木頭的人 去挖黃金 其實應該要控一下 那我的教法會比較一直去為加入四義帝國人著想 就是可能很多事情 當然我會想說趕快去做這件事情 趕快去補牆 一些東西有的沒的 但是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我自己在玩的時候我也知道 這些事情你在擋下的時候是很難去應對的 甚至是去處理對方的一個戰術 好 這邊就趕快叫他按衝車 再按個幾台 那衝動車有個好處 就是他升級也有大衝車 而且只需要肉量消耗而已 而且一台衝車只要75黃金 跟巨型投石機一台200塊比起來 你可以出到三台 就大概是巨頭的價格 而且血量來說也比巨頭還要更多 而且可以扛向弓箭矢 出衝車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大於出巨型投石機的 但對方肉量跟木頭還是很多 有五六千 這個如果都轉出疾病來說的話 這個就會很難受 可以繼續砍 稍微再加速一下下 正面這邊阿神直接往前衝 我跟他說阿神這邊衝了 這邊衝了 跟這邊騎士數量夠多 對方巨頭也往前送 這一波可能要硬扛對方的 這個城堡傷害 那我就跟他說這個肉馬繼續按 就是肉馬把肉全部消耗到 轉成七騎兵 當作肉盾也好 沒有當作肉盾 當輔助輸出也可以 這波直接壓上高地 這樣阿神就有這個高打地的效果 但這邊沒有控好 可能因為是助手模式的關係 所以沒有在攻擊 這邊直接包起來打 非常舒爽 相公也只是直接被淹過去 你看都沒在工作 好這邊相公死了 就可以繼續打 右邊衝車一直被解了 這有點麻煩 我就跟阿神說 右邊這個一定要派一點兵 去防守衝車 兵也被插出來的戰車 跟村民直接打掉 這邊再來又解了一波 對方巨頭司機沒事做 看不到城堡 只能打這個城市中心 阿神這邊補下大衝車的升級 清騎兵直接往前 我那時候跟他說 清騎兵往右拉 去補一下這邊 但不知道為什麼會往上走 有可能是這邊堵住了 所以清騎兵就只能往上走 然後繞了一大圈往右拉 衝車繼續出 這時候大衝車已經升級好 這邊部隊 也拉了一堆重裝騎士過去 我那時候跟他說 這個重裝騎士要往右拉 因為我剛剛看到 他這個大象 從上面這個防止經過 就知道 這個有危險 這個只靠清騎兵有點困難 因為清騎兵吃到相公的傷害很痛 反正血量其實噴很快 清騎兵擋不太住相公的傷害 而且還有城堡 但是我覺得拉的有點太多 其實大家大概十隻左右來擋就可以了 但沒有關係 所以直接過來全體應戰 但正面就會有一個缺點 因為裡面有重裝騎士在前面扛 正面的村民就很容易被騷擾到 所以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 這邊極一點插這個地方 插城市中心附近 然後趕快出重裝騎士 正面這邊再度解掉 城堡血量也只剩一點點 直接手撕掉了城堡 那這個城堡可以解到之後 叫阿神趕快拉一坨村民 來挖黃金 但是對手清騎兵沒有要結束的意思 繼續噴 這邊應對有點極限 對方洛馬已經快把自己的洛給消耗完了 後面的馬就還在出 還好他不是出個什麼20馬就 如果是20馬就的話阿神可能就擋不住了 這個太多洛馬了 但如果重裝騎士回來 戰況可能又有所改變喔 新騎兵攻擊是7加4 重裝騎士進防4-6 所以打一下是只有5滴血而已 但是這一棟城堡中心可能會有點危險 兩台大衝車沒有控好 這時候我就叫阿神 這個大衝車直接往前射他城堡 集一點就好了 待會他這樣就不用再控衝車了 因為衝車要一直一直控也是買麻煩的 我想說要節省他的手術 就讓他直接集一點射城堡 這邊騎騎兵完全擋不住重裝騎士 拉幾隻騎士到後方砍生旅 集一點開始往前射 當一出來的騎士 跟重裝騎士就可以自動加入戰場 這邊衝車開始吸收城堡傷害 還不錯 這是我剛剛說這個騎士除了在暗 重裝這個大衝車也要繼續補 開始吸收更多的傷害 好這時候對手看到 唉唷 怎麼 怎麼又壓了過來 自己病不夠啊 本來還想要繼續前壓蓋城堡 結果發現阿神的肉碼有夠多 我就跟他說大衝多出來肉 全部按輕騎兵跟重裝騎士 這兩個互相著按 沒黃金就按輕騎兵 有黃金就按重騎士 交互著按 然後繼續把多餘的資源賣掉換成黃金 好看到這邊就會發現這個衝車不太夠 但是還好我一直叫他按 這個衝車 所以待會補過來還是來得及 好那這個階段最重要就是衝車也要不能停 然後騎士阿重裝騎士也不能停 然後村民呢也不能停 因為剛剛被打進來一定會有損失的村民 所以要趕快繼續補這個食物 繼續採農田阿 採肉 那村民不斷是很重要的 你看對手這邊村民就沒有繼續按了 只剩94村 這個人口是我空在那裡 都沒有產出經濟跟軍事 讓孟加阿仁的後期經濟 越來越跟我們派上阿神 好那這邊有一坨輕騎兵 可以抓到對方的村民還不錯 開始打一個雙線 這邊你撒農田也被抓到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叫阿神 把這個騎兵的集結點 設置在右邊的模仿這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減少自己的這個操作空間 不要讓自己太忙 那看阿神剛剛拿了一坨村民 去扁輕騎兵 你看效果非常的差 好你直接拉兵過來打還比較快 那村民損失掉就損失掉了 待會再用村民 直接就去承認中心補出來村民就好 好這邊 這邊可以卡龍過去 大衝車直接硬撞 重裝騎士在這邊擋出來的輕騎兵 也耐阿神沒有辦法 好這邊村民出來 結果直接遇到重裝騎士 被爆砍一波 好當然這邊集結點已經射好 輕騎兵已經開始抵抗 這邊騷擾的輕騎兵 這邊輕騎兵 這邊輕騎兵稍微拉 拉一下這個村民 不然會一直被追著打 稍微拉一下 拉到下方伐木 這邊村民就繼續補 沒有關係 村民被塗就繼續補 超過 可以從車繼續往前頂 阿神這邊可能又點到彩晃地了 就是盡量不要用這個騎兵去點到建築物 不然旁邊 兵出來了都不會注意到 他就會繼續打他的建築物而已 阿神這邊直接拉了一坨騎士到了後方 看一下情況 這裡有更多的馬舊 但阿神這個可能是他的習慣 就會直接右鍵點這個馬舊 那這個缺點就是他會一直攻擊馬舊 出來的輕騎兵 會直接打這個作裝騎士 完全不會還手 這個是一個不太好的一個習慣 可能阿神之後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去稍微改進這個細節 如果能改進的話 自己就會變得更強一些 就會直接出來應戰 就不會一直去打這個馬舊 那時候我就跟阿神說 急急一點插這裡 你看他急急一點插這裡 馬一直過來送 這邊的兵過來 就直接把這手打到殘血了 幾乎沒有還手的可能性 右邊這邊又是點到了馬舊 所以這邊七騎兵 完全不屌 被砍個一波 砍爆馬舊之後就會幫忙打 旁邊出來的新騎兵 開始出來的輕騎兵被打了 快要砍掉這個馬舊了 衝車也不過來 正面我就跟他說 正面就繼續頂 然後先拉正面的大衝車去頂他家 打個雙線 這個馬舊剩下一點點 其實不太重要 這邊終於打完 輕騎兵終於可以回頭反擊 後面這裡對方一直送 地上都是藍色的輕騎兵的屍體 你看這邊 阿神這邊集結點 越來越多輕騎兵跟重裝騎士 這波其實守得很漂亮 這邊大衝車開始頂進去 阿神的重裝騎士準備要殺進去了 這時候我就看到阿神 哇 穩了 對方只剩下少量的兵 到這個階段 其實阿神的黃金挖了很久 挖到了一個小時 還有黃金可以挖 真的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但最終阿神的黃金也是乾了 我就跟阿神說 趕快去頂他家 然後繼續出弱馬就好了 那這邊只要頂爆這座城堡 對手基本上就守不住了 這邊就有門可以開了 後面這些重裝騎士進去 孟加拉也擋不太住 騎士有點卡住 但對方其實也沒有威好 殺了進去 後方騎士兵 到了阿神家的農田 但還行 家裡還是有一些重裝騎士 可以擋得住的 這邊還有 好 這邊重裝騎士 直接殺進去 對手 看起來守不住 直接打出了 GG 哇 這個阿神 真的是 他是有手術的玩家阿神 但是就是經驗上來說是不夠的 畢竟士兵力國來說 經驗大於手術 這個手術 是沒有辦法強制改變的東西 但是觀念是可以的 那如果大家都有這種觀念的話 村民一直補 然後從村不間斷的話 然後資源去 稍微去買賣一下 去轉出自己要的兵種 大家都可以順利上 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的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大部分一千分的玩家 都是處於這種問題 就是村民沒有繼續補 後面資源跟不上 然後自己多於資源沒有換成黃金 或者是轉出一些垃圾兵去轉兵 這個都是蠻大的一個問題 那阿神這邊的垃圾兵 就是直接繼續轉這個輕奇兵 那為什麼我跟他說 不用轉其他兵 是因為我看對手也沒轉 那如果對手真的轉幾兵的話 阿神這邊就要投資一些工坊 去弓箭上 損失更多的黃金 才能擋下幾兵 那我看對方沒有轉 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 你就繼續出中王騎士就好 那這邊省下的這些三級色 或是步兵的鎧甲 這些黃金就可以出更多的重裝騎士 跟大衝車 來彌補自己的黃金不足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好 經濟的部分的話 是由阿神這邊拿下實物的生意 那黃金的話是贏了兩千 贏兩千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阿神一直被打 缺黃金缺贏 這應該是有可能是靠 靠買賣嗎 還不確定 可能是自己有把這個金挖完吧 那木頭的話是三千四 才輸四千 這個不重要 石頭大概輸了一倍 因為自己的石頭被人家挖走了 那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有可能是 對方不會經濟調節的關係 所以打輸了 而且他的石頭一直沒有賣掉 這個看石頭一千多 如果拿去出一些黃金兵 或是潘科技 潘一下擊兵的話 其實是可以打贏阿神的 所以其實後期的轉兵 跟這個管扭是相當重要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